好 这个外电消息带你来看 英国一列小火车跟载运污水的卡车相撞了 结果造成21人受伤 其中两个人伤势严重 有生命危险 好 我们通过画面带你来看到 你可以看到火车头受到撞击已经变形 而后半截车厢则是出轨倾倒了 污水车也倒在路旁 这起意外是发生在距离伦敦东北方95公里处 而污水车是在穿越铁轨的时候遭到冲撞的 两名伤势严重的人当中 有一个就是火车驾驶 而驾驶污水车的38岁男子 则是涉嫌危险驾驶被警方逮捕